那接下来的话就轮到这个INDRESS函数上场了 OK 所以刚刚基本上你可能要了解资料正规化 其实资料正规化在前置之后非常非常重要 那什么叫资料正规化? 白话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上面 第一列上面一定要栏位名称 如果没有栏位名称 请你一定要补一个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名称 将来枢纽分析表会发生错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你将来在用那个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尽量提供给他的资料 就是长得就像资料表一样 你不要给他一些怪怪的资料 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出现 再来就是说像那个什么 跨栏至中 这绝对不要用 因为跨栏至中对他来说 比如说像这边你说这难难难 那可能你说这三个都难 那我是不是可以跨栏至中 反正就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名称 这个就难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枢纽分析表里面出现这个东西的话 那完蛋了 他看不懂 因为呢 在枢纽分析表或资料库里面 他没有这种跨栏至中的这种东西 所以将来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看到的啦 你看到应该是这样 还蛮正常的 但问题 枢纽分析表看到的 哇 他看不懂 他实际上看到应该是类似像这样 他应该会看到像这样子 也就是说 第一个有资料 底下都没资料 那怎么办 这个你可能要修正一下 因为这个目前也没什么解 反正你就是自己把 这个跨栏至中啊 或者没有栏位名称 这个把它补上 不然的话 目前来说 他枢纽分析表 还没有那么聪明 他还没有到AI的程度 因为或许啦 未来也许 枢纽分析表 也许下个版本 他也加了什么什么 GPT 他也许可以聪明 自己会判断 但目前这个版本 枢纽分析表 是不允许这样的动作发生 这个可能跟各位说一下 好 那另外的话 嗯 所以 刚刚我们主要是定义好名称 所以这个名称叫做性别 那当然你底下总共有14个吧 我记得 所以一样啊 请各位一样把它定义好名称 那定义名称 这个就是年龄 所以记得选取 D2到15吧 然后给 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年龄Ctrl-C吧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一下 那这边的话 把它贴上 Enter就可以了 这样就一个范围了 然后教育程度也是一样 Ctrl-C 然后这个范围给他一下 那这边的话Ctrl-V 可能要做14次就比较啰嗦一点点 不过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哇 太棒了 以后的话呢 是 所以哦 底下请各位哦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上面是他的名称嘛 Ctrl-C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定义好一个名称 那待会的话啦 可能要请各位 定义后面的动作都一样 所以这个是他的名称 然后这个是他的范围 所以 习惯是 这个名称Ctrl-C吧 然后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这边把它贴一下 贴上之后 Enter 后面都一样啦 所以这个请各位就自己试试看 那 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说你定义好的名称是没有错误的 这个可能还蛮重要 因为可能刚刚好像有同学也发生状况 就是那个仅Value错误之类的 那通常啦 如果你Indulet 最常会遇到就是你给他的资料 前后没双引号 他就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名称 因为没有双引号 他就不等于是个文字啦 如果在Excel的公司理解 那当然这也是小细节啦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他没那么聪明 他就是他有固定规则嘛 所以你要怎么讲 有点像是你就遵守他的规则 那这个他就会蛮听话的啦 那大家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规则 他一定就是出一些状况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定义好名称 像我刚刚已经定义好 1 2 3 4 5 个 我再定义 这个一样Ctrl C 有没有 然后假设多久买一次 这个范围就选这两个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OK 那比如说我定义好这几个 那可是我想知道说 到底我有没有定义成功啊 那怎么知道 记得公式 上方有公式 公式里面有个名称管理员 记得这个蛮重要 定义名称 定义完之后呢 你怎么知道说你有定义好 定义成功 很简单的方法 公式名称管理员 如果有成功的话 那它就会显示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个性别好了 你就点性别 那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看到点这个性别 它下方就是它参照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 点下面的时候呢 它这个 游标放这边嘛 它这边会出现虚线 OK 那如果你这个虚线位置不对的话 你可以调整 像我之前好像记得同学比较容易出错是这样 它可能选错了 不要选到这边来 OK 它变A1的 那当然呢 将来 性别就带回来就性别 它不会是那个清单 那一定出错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是 再点它一下 哦 错了 改就好了 怎么改 选取delete 然后重选 选这个范围 打个勾就可以了 它就重新OK了 那这个范围呢 就帮我定义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有2,4,5个啦 那总共有14个吧 我记得 所以后面的话 可能就自己再把它分别完成 OK 那完成之后呢 那我怎么利用delete 自动帮我带出结果出来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我想 还是需要先把这些全部都定义好了 所以也许请各位先把这边 逐一逐一的 就是把它定义名称 总共理论上应该是有14个名称 所以选名称嘛 然后选在选底下的范围 把这个名称放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放完之后 待会如果要把它快速查完 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待会的话就是 把VL函数再配合定义名称 再配合Indirect 就可以一气呵成 一次就把14个名称 全部都把它查出来 那怎么做呢? 待会我先把这边先完成好了 所以你们可能也是一样 要先把名称对应到的范围 先把它定义好 这个是它名称嘛 Ctrl C 然后这边它的范围 然后这边把它Ctrl V贴上 OK 这个一样名称 Ctrl C 然后这个名称把它选起来 这个范围选起来 Ctrl V贴上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看一下 理论上 OK 那全部都OK的 最后当然你如果确认一下 公式名称管理员 然后看一下 这个名称是不是应该有14个吧 你们自己在check一下 然后建议是可以再点一下 看看这个范围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假设有其中一个错误 你待会在做查询的时候 查询出来结果 那也会有那个 如果假设那个出错没关系的 你就把名称改完之后 它就不出错了 那怎么 接下来如何把这三者 V函数 定义名称加Indelet 把它综合在一起 这就是重头戏的 切回到问卷调查 那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要一次就把14个栏位查完 所以我们显然就不能用插入栏位在右边的方式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一次查14个栏位 跟各位讲 应该理论上这个 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 把这个工作表 问卷调查 你在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把它复制到它的右边好了 那复制方法很简单 按右键这边有个移动或复制 然后呢 我把它移到应该是什么 移到这边 OK 然后清单这边 然后建立副本就OK了 它说移动到清单前面 OK 然后按确定就OK了 好 这边就一个了 不过啦 像我的习惯 我在复制工作表 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应该更快 就是 问卷调查这个工作表 拖拉的时候加Ctrl键 那你再把左键 滑鼠左键放开 它就复制一个 OK 有没有 这边跟这边一模一样 好 那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前面是编号 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查询的结果 所以 问卷调查瓜谷2 里面呢 放的就是 最后的那个中文名称 我们看得懂的 前面是编号 后面的话是查的结果 但目前这个编号还存在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游标放在B2 然后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为什么? 因为把它选起来 这快速键 相对还蛮建议各位一定要记得 Ctrl Shift向下 向右先向右 在Ctrl Shift同时按住 再按向下 然后再按Delete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问卷调查2 把它的那个资料清空 那清空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个公式向右向下 其实理论上就一起合成全部查完了 那怎么样一次查完呢? 一样哦 在B2 记得先这个复制一个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游标放在B2 然后插入一样那个 用查阅语参照里面的V2函数 这边 OK 然后一样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要查什么资料? 它目前带回来应该是A1 按这个资料 OK 在那个储存格里面放的是A1 那你的查的表格在哪里啊? 表格 你想说F3好了 F3查性别 那底下这个一样嘛 那你查回来要第几栏? 第二栏的资料 所以输入2 OK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输入0 理论上啦 当然你目前这样按确定 应该就会查完第一个 这个应该直接向下填满就会 可是问题 我们目前这样已经第一个阶段 可是你还是得要做14次 好像也没比较快啊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一次性的就全部完成 当然你说 老师那是不是下一个我要在年龄 然后教育程度 其实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待会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就是这个地方 Table Array 你会发现Table Array 目前我们直接输入名称的时候 他帮我带范围过来 这个范围 可是这个名称 理论上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名称实际上也等于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也就是上面这 性别这两个字 如果我 我可以取用它 但是如果我取得它的时候 它是两个字 性别 可是如果我希望把性别这两个字 转换成为一个范围 帮我把它带到哪里呢 带到Table Array的话 Table Array 这个地方 你不能说 我直接把这个Table Array 这边 直接用什么 用性别这两个字的话 比如直接指哪里 指B1 这个储存格 如果你指这个储存格 它得到应该是性别这两个字 那当然性别两个字 不会自己帮你转成范围 所以你按确定 当然理论上一定会发生这个错误讯息 可是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名称 转换成那个范围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就叫做Indirect 所以Indirect 其实就可以帮我做到了 所以如果Indirect加进来之后 其实 再来就非常简单 向右向下 其实就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我大概主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边的名称 总共应该有14个吧 自己定义好 这个是它的名称 这个就是它的范围 上面把它填上去 Enter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Ctrl C 选取 选对 选这边 Ctrl V 贴上 通通做完之后 检查一下 这个定义名称里面 名称管理位里面 有没有这些正确的范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把原来的问卷调查 复制一个过来 复制方法当然很多 你们自己在 这边有移动或复制 这样就有一个了 又一模一样 那我是把B2以后的资料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delete 然后在这边填上那个公式 至于那个公式怎么样可以一气呵成 请各位试试看 待会我们来完成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一次向右向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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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